好 除了不受迷離的案情呢 接下來話中哪樣來看的 就是政治焦點了 藍綠白的勢力湧動 但是現在對國民黨最為頭痛的問題 就是要如何處理提名當中 曖昧不明 讓郭董受盡委屈的問題了 我們可以看到先前一直傳出 郭台銘要啟動這感恩之旅 但是他本人一直沒有鬆口他 究竟會不會進行感恩之旅 來維持他的政治能量 就算他回台灣 推給他的太太曾馨穎 來回答 但是他太太其實也沒有進一步的說明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挺郭人士 彰化謝議員謝點鈴 傳出北上來跟郭台銘見面來拜會 而且是閉門會議 兩個人是要討論下一步嗎 是要討論基層的力量 要怎麼繼續延續嗎 其實都打上了一個大問號 但是今天藍綠也傳出 在先前郭台銘頻頻進行下鄉拜訪 還有一些政策會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國民黨背景的政策幕僚 現在傳出要拆火了 通通都退出 似乎都已經歸隊到黨中央 已經要站隊侯友誼了嗎 現在呢 這樣的話題呢 也不斷的來延燒 所以呢外界就觀察 其實在中南部有些基層 似乎挺郭力量還存在 但是黨中央是不是挺郭的力量 現在已經拆火撤回 重新回歸了 國民黨放話的放話 做動假動作的做假動作 一副好像說過去對郭台銘多好 提名後遺都已一周 還在弄拼藍營假動作 但在回國之後 郭台銘下一步要往哪走 或許還想發揮自身政治影響力 卻挺郭立委 似乎想高歌離席 郭台銘董事長 從日本回國 前幾天的機場相遇 真的只是恰巧而已 但除此之外 據瞭解 過去一分為二的郭團隊 現在也只剩公關公司人馬 再效力 原先近來幫忙的政治幕僚 因為多具國民黨籍 都已紛紛離去 相當地吸引力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致 歸對與否 其實黨內說說就有用 TV 別选陳誠華 陳誠誠官員小組 台北報導 郭台銘的國民黨背景的 幕僚歸對 但是郭董的心有沒有機會也歸對國民黨挺猴呢 不得而知 但是近期我們也觀察到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也是要選2024 現在動作平平 傳出其實他跟郭台銘似乎有接觸 而另外一方面他吸收這個淺欄中間選民的選票之外 對聲率也有大動作 我們要帶您看到的是先前520他宣布要參選的時候 其實台下出現了過去陳水扁民間醫療小組的發言陳昭姿的聲音 似乎深綠的陣營是不是也會來認同柯文哲這樣的候選人呢 彼此的關係是不是已經開始修復 也掀起了藍綠陣營當中的討論 而今天呢柯文哲辦公室的幕僚也正式接受TVBS的記者採訪 他說確實最近呢在深綠陣營的支持者 也有回歸到柯文哲身邊的趨勢 沒有藍綠兩黨雄厚資源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稱不退縮 23號12點公布政治獻金網站 3點10分捐款就突破1000萬元大關 支持者用行動力挺 柯文哲也積極修補綠營關係 520宣示選總統當天 深綠色彩濃厚的前總統 陳水扁醫療小組發言人陳遭姿 跟郭長鋒夫婦現身會場 頗讓人意外 因為過去柯文哲說陳水扁裝病 引發陳遭姿不滿 更拔掉柯文哲小組召集人的頭銜 這一次親自出席 傳出過年後陳水扁醫療小組聚餐 除了陳水扁跟陳遭姿 也有邀柯文哲參加 柯文哲甚至透過獨派 特別修復跟陳遭姿的關係 他們不只是私下游往來 甚至是在公開的 像是柯主席的臉書上頭 陳社長也經常來給他加油鼓勵 當天前台聯理委許忠信 也坐在第一排 許忠信說去年參選台南市長 就曾受到民眾黨幫忙 這一次收到邀請就答應出席 但要支持誰還沒決定 柯文哲跟深綠保持互動 更透過前北市民政局長黃信介家族成員 蘭世聰牽線 出席國策顧問秦嘉鴻88歲受驗 秦嘉鴻向來力挺總統蔡英文 12號受驗蔡總統傅格魁 鄭文燦都到 唯獨不見副總統賴清德 看準部分綠營支持者 對民進黨執政的失望 柯文哲私下動作頻頻 第一步先找回成為墨綠的朋友 TVBS新聞周一鋒 第P泰北報導 好2024藍綠白的政治湧動 現在撒喀度的太師已經分明了 接下來呢 我們的政治一點名內幕全透明 我們要歡迎信務部副理 AKA我們的政治中心的一哥 啟明哥 哈囉 啟明哥 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大家好 感覺今天啟明哥一回聲二回首 沒有像上次那麼羞澀 然後今天還有網友問我們說 欸有沒有除了吃水餃之外 有沒有要吃便的 嗯 今天可能吃得更好 吃得更好 對 有兩場很重要的晚宴 沒錯 吃吃醋耶這樣子 但是在這之前呢 其實請民哥我們有觀察到一個現象 517徵召侯友宜之後 沒有慶祝航行 反而民調還來下滑了 就藍營整合要加碼勁喔 首先我們要跟請民哥一起來看到 這是呢 平面媒體做出的民調 他們對比呢 這個4月份跟5月份 也就是徵召過後的 這個藍綠白撒卡都的支持度 我們看到賴清德是28% 侯友宜是24% 那麼柯文哲是22% 但是我們可以對照到 其實上個月相比喔 賴清德加1% 其實在誤差範圍裡面啦 但值得討論的 就是這個侯友宜了 他的支持度卻掉了5% 沒有慶祝的行情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柯文哲他其實也掉1% 但是掉5%跟掉1%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今天有沒有水餃宴 那我剛剛也講了 今天沒有水餃宴 可是今天吃的更好 今天有一個 生日的一個祝壽的晚宴 生日趴 對還有生日趴 還有一個破冰的一個過年的春酒 這兩個都跟柯文哲有關 為什麼 而且柯文哲藉由這兩場 來跟深綠的來做一些互動 來展現自己在深綠的一些人脈跟實力 我們就先講靠近我們比較近的 因為這場我覺得是更重要 就是5月10號所謂的 我們要先去哪一間五星級酒店來吃生日趴呢 在喜萊登開了88桌 五星級 88桌 哇好驚人喔 然後這場的這個生日晚宴的壽星 就是國策顧問 他叫秦家鴻 秦家鴻 也是剛剛我們新聞當中有一個照片 蔡總統也去了 鄭文燦也去了 柯文哲也去了 還包括了宋楚瑜也去了 宋楚瑜也去 那我想請問這個我們的賴主席有去 這場就是讓人家特別引起注意的是 為什麼邀了宋 邀了鄭文燦 因為鄭文燦本來就是這個所謂的 這個國策顧問 他是鄭文燦在桃園的市政顧問 然後當然他也是總統的 國策顧問 那總統兩次選舉呢 在這個秦姓的這個總統府執政 國策顧問 他對總統支持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力的 那他另外他還支持了誰 他支持了柯文哲 在2018年如果大家還清楚的時候 當時民進黨跟柯文哲 當時是已經分裂了 那時候也是一個撒卡都的情況 可是這個秦家鴻 他還是表態支持了柯文哲 而且那時候辦了一個擺公支持柯文哲的活動 柯文哲非常感動 那時候我們做新聞還知道他哽咽 因為等於有種雪中送炭的感覺 那這一場活動 這個晚宴呢 生日晚宴可以說是灌溉雲集 88桌 所以綠的有頭有臉的或是其他各派系啊 各黨的其實跟這個秦家鴻有關係的人 全都出來參加了這場晚宴 那柯文哲當然也是藉由這樣的一個動作來表達是說 參加這場活動表示他們的互動是密切的 沒有出席的就是我們的副總統賴清德 也是這次的候選人 那沒有出席為什麼 其實我們還在持續的了解 因為大家都出席 反而不出席的人特別引起注意 就是這個容我們再做一些更進一步的內幕的調查 就是要請請林哥 還有我們的政治組的小哥哥小姐姐 繼續幫我們戲哇 那另外一場春酒呢 另外這個春酒是在過年之後所辦的一場春酒 那柯文哲本來是陳水扁 他民間醫療小組的召集人 他當然在裡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這個召集小組裡面的成員 其實在之前跟柯文哲的關係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可是柯文哲在後來 因為一些在對於陳水扁病情上面的一些表述 是有引起他們的一些不同的意見 是不是過去柯文哲曾經說過這個陳前總統 裝病 對 就是裝病這兩個字 讓民間小組召集人 民間小組這些成員非常非常的不能接受 尤其是陳昭之 那柯文哲在 當然他也想要進行一些修補 因為他們的關係其實還是不錯 他們是有一些死交的 根據我們的了解像柯文哲的臉書 像陳昭之在之前都上去會留言 然後有一些互動 而且之後是一些鼓勵的話 所以他們關係還算不錯 那為了不要讓這個關係弄擰了 所以柯文哲有透過一些獨派的或是自己的一些人脈 去跟陳昭之就是建立好重新建立好關係 就是所謂的破冰 在春節之後的這一場春酒 就柯文哲就重新回到了這個民間小組裡面 跟大家一起吃喝喝建立了一些感情 那得到的一些互動反饋 就是在520柯文哲的那場總統大行造勢活動上面 就很意外的 媒體也很意外 突然就看到陳昭之夫婦 這個感覺好像不太會出現在柯文哲的場子的人 就出現了 那我們當然我們也去了解是說 柯文哲為什麼要去跟深綠的這邊 有一些互動跟一些關係的一些建立 其實總統大選大家也知道 不是你抓一塊就可以當選的 只是要一個一塊大餅 全部都要通吃 所以柯文哲目前被認為在淺藍 尤其或是淺綠 年輕人這一塊 他可能有獲得還不錯的一個支持者 然後在深藍這邊 可能因為他抨擊現在的民進黨 有一些夠力 有夠力 所以讓一些深藍的支持者 對他也蠻欣賞的 那深綠的這一塊 反而就是一個缺口 那反正我們的了解是 柯文哲他就是綠營出身的 自稱自己是墨綠 其實他的base還是有他的基礎存在 就是在深綠的這一塊 身份認同還是在的 對 然後他會覺得說 在深綠的這邊 不代表百分之百支持民進黨政府 在深綠的也有不喜歡民進黨政府的 他就要這一塊 那有深綠有一小部分 有深藍一小部分 有淺藍有淺綠 那他的支持的整個base就會擴大 確實 所以這第三勢力不容小覷 所以剛剛請民客跟我們爆料 春節過後跟這個深綠陣營的 陳水扁醫療小組的破冰業 而且呢在近期又去了 這個鷹派的國策顧問 席開88桌的生日趴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其實他一直在默默運作 擴大自己的基本盤 但是值得關注的是 柯文哲與郭董的距離 是不是也越來越近了 那國民黨又應該怎麼辦呢 我今天有跟這個 郭台銘的幕僚有聊天 我覺得他講了一個標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 下的還蠻具體的 然後也蠻符合實際的情況 他說現在郭台銘 唯一願意接觸的 唯一願意聯絡的總統候選人 總統參選人 只有一個 是誰 大家目前應該也知道 是柯文哲 蛤 那其他國民黨 我們就說先前在他 醞釀要參加初選 像是朱主席 或者是秘書長黃建廷 或者是現在確定徵召的侯友宜 這些人可以聯絡到郭董嗎 有點不幸 現在這些人都被拉黑了 對對對 我講一個實際的狀況 就是其實在5月17號 就是國民黨的中常會 在確定徵召的侯友宜之後 在這段 在5月17號星期三 跟5月16號星期二 這兩天 郭台銘方面跟柯文哲都有 接觸都有打到電話 打通電話 在證招前夕 對 證招前夕 我先講5月16號 那天柯文哲正在開會 突然接到一通電話 這通電話不是郭台銘打的 是挺郭的立委打來的 挺郭立委 是誰我也不知道 我們是那個觀眾自己想像 我們不能告訴你們 我們要保護消息來 打來就說完蛋了 就說完蛋了 完蛋了的意思是 郭董完蛋了 郭董被國民黨徵召的機會 就是真的是曖昧的初選 讓他受禁委屈 然後希望是不是在最後的關鍵時刻 柯文哲能夠幫個忙 可是柯文哲他當然也了解 整個大勢已去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因為他反正是你走跳這麼多年 其實我們政治記者大概知道 整個營造出來的氣氛其實是很明顯的 就是徵召誰 國民黨其實已經有一個定見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柯文哲也不好說什麼 就跟這個挺郭立委說 他只說了一句就說 要郭台銘不要在生氣的時候做決定 哦 因為衝動是魔鬼 特別是生氣的時候容易衝動 好 到了5月17號就確定提名了 就是確定提名侯友宜 這一天郭台銘有接到 有很多人打給他啦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三位朋友是嗎 然後還包括了那個柯文哲 那柯文哲打得通嗎 唯一講上電話就是柯文哲 可是柯文哲也沒跟他很詳細的 在談一些什麼未來合作啊或是什麼的 其實柯文哲就是安慰他說 我們心情放寬一點 然後我們過一陣子再聯繫 先冷靜一下 那過一陣子是多久 我們的消息 我們現在還在進行的查證 很可能下個禮拜 就會有進一步的接觸 所以下個禮拜就是5月底了 所以柯文哲可能就是讓郭董 從5月17號之後冷靜兩個禮拜 去日本散行 那就是國民黨有一些基層要來拜會 你也拜會完然後我們再來好好地接觸一下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一個相對的感覺 你看跟柯文哲跟郭台銘之間的互動 他的幕僚形容像哥們一樣 哥們喔 那侯友宜跟郭台銘之間的互動又是怎麼一回事 我必須要說我們掌握的消息是 在5月17號到5月18號就是禮拜三到禮拜四 不到12個小時 侯友宜連續打了三通電話給郭董 那一通當然就是5月17號 確定提名了侯友宜之後 侯友宜當然展現他的善意 想要跟郭台銘之間能夠有一些 良好的互動溝通 對 聊一聊嘛 聊一聊 那當時郭董就 郭台銘就不接 啊 不接 好 好 到了5月18號星期四的時候 郭台銘正在開會 那就在10點兩個時間 然後後一方面就連續打了兩通電話 一個是大概5點 不好意思 10點20分 10點20分 對 10點20分 好低調 對 5月18號10點20分 郭董在開會 打了5月18號的第一通電話 對 好 然後在開會怎麼接 就直接掛掉 然後郭董開的會又很久 所以到了10點55分的時候又打了一通 是 就在開會 怎麼辦 還是掛掉 還是掛掉 對 後來 郭董就覺得可能 我在開會不要再來煩了 就直接拉黑 拉黑了三個人的電話 一個就是侯市長 一個就是朱立倫 一個就是黃劍廷 所以這三個人現在就是想要拉近 跟郭董的距離 可能要再找其他的管道來溝通了 也沒有解黑 所以他還是打不進去 還是繼續拉黑 國民黨當然還是有很多的人在進行努力 來牽線 侯跟郭之間 希望 當然如果站在國民黨的立場是希望呢 有一個團結這樣的一個氛圍去對抗 現在的執政黨嘛 只是說現在這個階段看起來 郭董雖然去日本 可是心情可能還是有一些些的 情緒需要處理 還是有一些想法 所以跟侯友宜這邊可能在直接接觸方面 可能還是要需要一點空間跟時間 但是剛剛請民哥有特別強調 就是不管是徵招前戲 還是徵招過後 現在郭董唯一會接 算是中間 或是非綠力量的電話 就是一個人就是柯文哲了 但是現在有消息傳出 柯文哲呢 還在電話當中 就像剛剛那個請民哥講的 兩個人好像是好兄弟 兩個人現在是muchy了 傳出柯文哲還會幫忙郭台銘來分析 侯友宜的參選烈士 這是一個蠻讓人意想不到的態勢 對 他們兩個有討論過 就是未來選舉可能出現的一些情勢 那這個時間是在5月10號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當天郭董事去澎湖 去有一些選舉造勢 然後回來之後還特地去拜會了柯文哲 就在這場活動裡面 柯文哲有提到 他怎麼觀察侯友宜 對 他有提到侯友宜 因為現在確定就是侯友宜了 對 沒錯 國民黨的方面 那郭董的立場跟郭董的看法是覺得 侯友宜他可能有出現兩個需要克服的 第一個就是侯友宜他代指參選 有接近7個月 將近8個月的時間 其實蠻久 而且接下來要抬風機 對 他覺得天災人禍沒有辦法避免 他覺得這個問題 你代指參選 第一個你有新北市長的身份 然後你又要選舉 人家對你的檢驗就是加倍力道的檢驗 你只要出錯一點點 可能就會面對各方各種壓力 而且選舉就是祖宗18代都會被翻出來 非常非常殘酷的 很嚴厲的一些檢驗 那第二個東西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個柯文哲就說 他覺得侯友宜最大最大遇到的難題 就是要怎麼整合柯文哲 可是現在啊 其實很多學界都說 在去年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現在台灣選舉出現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叫做討厭民進黨的力量 而不是喜歡國民黨 就是恨的力量比認同或愛一個政黨力量還大 然後會讓就是選民去投票 所以如果我是柯文哲的話 我當然就是不希望自己被整合到任何一個政黨 我最好我自己高高掛起 然後讓就像剛剛我們前面所分析的 不管是勝率前欄還是中間的 我要吸納這最大公約數啊 所以整合當然很難 我自己的觀察啦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 我剛才想你講到這一點 柯文哲他剛剛前面有講他跟深率的整合 跟淺藍跟淺綠的月電線會支持他 那跟郭董這邊也有整合 那跟侯市長會不會整合 我覺得不要整合 按照要最大公約數的邏輯 我最新掌握的一個消息是 那個柯文哲前市長他有說 侯要來見我我們也都可以談 他也願意他open mind開城布公 他願意跟侯友宜來談 不過有一個彈書 他跟郭或跟這些獨派的 可能是可以閉門 可是他跟侯他堅持要 媒體都在開大門走大陸 為什麼 他說免得出現一些讓人家覺得 是不是有黑箱作業啊 私箱授授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有設一個條件 可以跟侯見面 可是就是要勾開這樣 這是不是他就是有這個 郭台銘徵召的經驗 因為先前國民黨就是很曖昧 讓郭董覺得自己有希望 那如果他要跟侯見面 我還是開城布公一點好了 就是都公開 站在政治記者立場來說 如果開城布公 我們很開心啊 當然很開心啊 可是這就是一場秀啊 對就是這樣子 確實喔 但是請問哥現在呢 其實藍衣也傳出 我們現在就是要提名侯友宜了嗎 國民黨都這麼說 那他們也在想說 其實現在選戰生八個月 也差不多呢 我們可以看到 要來提副手人選了 所以其實我們的婉柔 也有幫我們掌握到說 接下來侯友宜的副手搭配人選 很有可能是 台大的前校長婉中明 更多的分析 請婉柔帶大家來了解 侯友宜確定成為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那他的副手是誰呢 像外界點名說呢 這個前台大校長官周敏 有沒有可能會循張善政模式 來擔任侯友宜的副手呢 前立委沈副總 自己有段點評 他認為說呢 會拋出這樣想法的人呢 都是因為覺得 侯友宜不像是一個總統參選人 所以老師想辦法 想要介紹好的副手給他 但是呢 他要大家回頭去想 像在兩岸政策方面呢 侯友宜先說他反對台獨 他也反對一國兩制 國台辦罕見都沒有罵 那這樣子的話 侯友宜還不像一個總統參選人嗎 因為神父神說 國台辦自己也知道 如果罵了的話 國民黨好像也沒有人了 罵了誰還能選呢 而且會有這樣想法人 大多是來自於 國民黨的深藍支持者 但是這個佔比 其實只佔了一小部分 影響不大 雖然他們不喜歡侯友宜 但是也絕對不會倒戈去投賴清德 那管忠敏自己的意願如何呢 其實管忠敏呢 他在今年1月呢 要來退下這個校長職務的時候 只有外界問他說 有沒有可能再重返政壇呢 當時管忠敏呢 他說他用了兩個方式來回捲 文雅一點的方式呢 就是絕連高處多風雨 莫到窮樓最上層 白話文的意思呢 就是呢 沒有這一款屁股啦 就是說他不會再去坐這樣位置 他認為自己也不夠格 那麼說到管忠敏呢 其實侯友宜呢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呢 傍晚的時候 也在臉書上面PO文 他說他前幾天呢 其實有特別去拜會了 這個管忠敏 兩個人暢聊了兩個多小時 聊什麼呢 其實就針對了這個就業居住 以及教育問題呢 互相交換意見 好 剛剛宛柔帶大家來分析 這個侯管配的效應 還有兩個人呢 又有合照 又有見面 我就來請教我們政治中心 一哥起名歌了 我們知道呢 這個管忠敏過去他當過國發會主委 這個經建會的主委 同時呢他也是學者出身 所以這個學者配行徑 這樣的搭配算新鮮嗎 那過去大選以來有出現類似搭配 還是說正副手搭配有沒有什麼美感 在傍晚的時候 在我們政治新聞圈最夯的一個話題就是 侯管配有沒有可能 結果莫名其妙的侯友宜好像聽到我們在討論 在胡亂 他就PO了一個臉書 覺得自己耳朵很癢 他前幾天去拜會了管忠敏管教授 對啊 然後讓我們就覺得 哇 是不是真的有機會 那侯友宜在裡面當然就是跟 在臉書上面的內容就有提到說 跟管校長 就是管台大前校長之間 有一些彼此的互動討論 然後也提到了一些把管案 這是當然大家這個新聞話題 彼此的一個討論的一個重點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聚焦在教育 是 外界會好奇 侯市長跟管校長之間 有沒有一些互補性 甚至可能出現一些搭配的可能 我們客觀來看 就是侯市長 雖然是在當新北市長 可是他是嘉義出身 他本土的這個形象很強烈 然後台語講的真的很棒 很Landone 那就省級上的一些平衡 如果在國民黨的這個區塊裡面 的確侯友宜跟管忠敏 在省級上是平衡的 在南北上面也是平衡的 因為如果以出身來說 嘉義出身的侯市長跟大部分在台北工作 他其實念書就業都是在台北的管州民 一個北部精英 都是平衡的 可是比較唯一可能有一點點 可能會遭到批評的就是 所謂的男性女性性別上的一些平衡 性別的平權的部分 對對對 這個當然在現在 性別平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這個可能也是國民黨會考慮的一個重點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當然側面了解 目前管校長他可能對於接這個所謂的 他其實是真的有人問過他 有被偵訊過 要不要接 他意願到目前為止 我所掌握的不是很強烈 有沒有意願不高嗎 強烈不是很強烈 然後可能他對於目前國民黨的有一些人 或有一些作風 他也有一些一些自己的意見 所以要不要看怎麼整合 你說侯友宜跟管宗敏的搭檔 在新聞來說的確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對我們新聞記者來說是非常好的一個操作 我自己看就會覺得 刑警配學者 感覺一文一武很balance 眼睛為之一亮 這個我們都很好下標 很好跑新聞 可是你就 以目前台灣的政治局勢來說 就是可能本土化的這樣子的一個大方向的 這樣子的一條路的話 管校長的這樣的一個身份 其實還是國民黨要考慮的一個重點 也是管校長自己本身 他自己要不要接的這樣的一個意願 所以侯友宜配管校長 在新聞上面是一個很好的話題 會不會成真 我們拭目以待 好 我們謝謝我們政治中心 一哥 啟明哥今天加入我們的討論 而且還替我們細數了 柯文哲參加了哪些壽業 這是比吃水餃還要豪華高級的等級 也看得出來呢 現在呢2024大選囉 誰能獲得選票 不管是深綠 淺藍 深藍 還是中間選民 就最大公約數就有機會得勝對不對 那我們後續更多的政治觀察 歡迎啟明哥隨時上線跟我們分享囉 我們謝謝啟明哥 謝謝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